好,那我們接著就來講 接著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虛擬瞬影棚的優缺點部分 那我們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呢,我覺得它的拍攝環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們的溝通也都不需要大吼大叫 如果你在戶外啊,如果出外景的話 那你肯定會有什麼風啊,然後樹葉啊,然後空間大的話 你肯定還要有那種通訊設備,你才能順利去溝通 那在虛擬攝影棚裡面其實不完整的 而且它的牆面都有貼各種不同的隔音棉 讓你去避免外面的噪音或是隔壁的噪音去影響你的拍攝 所以大家其實溝通只需要輕鬆的正常對話 就可以說你燈去影響哪邊一點 或是你導演跟攝影要去溝通什麼 都正常說話就可以 不需要帶什麼耳麥啊,或是大吼大叫 然後對方還聽不到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是頗棒的